熟悉心味的都知道 我很喜歡開舊的電單車 每個星期都會跟男人出去 兜風感受男人的浪漫 不知道我的蘿蔔女神 又喜歡不喜歡開車的呢? 你有沒有想知道 關於交通上的法律問題呢? 有就對了 因為這集的主題就是交通 蘿蔔女神, 口號 交給美安說 龍躉村姑, 蘿蔔女神 美安 蘿蔔女神 為什麼導演要我穿長裙 一見你鬚, 你就要拿你假的來紋 不是, 是不是… 我真的, 為什麼我要穿長裙 他們要穿短裙 不, 確實你真是真正的蘿蔔 這個名字哪有得來的 你當港姐的時候 因為記者看到你穿泳裝的時候 不用, 穿褲也說龍躉現了出來 有形狀 不過確實說, 女大十八變 眨眼你看她現在… 停停玉 又瘦又美, 真棒 這個節目的題目是跟車頭燈 沒有關係, 純粹是交通 好, 我們立即看看 究竟今次我們遇到什麼問題 好, 再打我吧 麻煩你, 蘿蔔蠔圓 蘿蠔圓, 收到 成為九十八個七 我付… 沒有, 又是你付 行了, 我付吧 你還沒付過嗎? 我付給你, 我付好嗎?放手吧 怎麼這麼囂張, 司機 銀包漏了在陳師奶家 我只發達通通算不上卡 的士大哥, 可以刷卡嗎? 沒有, 是不是想搭霸王車嗎? 是卡管的嘛 什麼霸王車? 我每個月搭一萬元的士 是嗎? 你剛才跟陳師奶玩魚蝦蟹 不是贏了一大袋散銀嗎? 是呀, 你好運 我知道蠔子不可以付超過兩元 我就給你足夠兩元的蠔子 之後就全部一元、兩元 剛好, 九元, 九元三元也不用你找 八婆, 整袋神沙 你是不是在玩笑? 我… 我這麼大, 你還沒吵 我被人用十萬元才錯罵我 我告你 下一個人告誰? 你被一袋神沙, 現在我告你 你犯法, 告訴你 你這個八婆了, 叔叔, 找不成 我聽到錯, 會打破震撼的 他不行, 叫八聲, 送醫院 你糟糕了, 這樣好 我收這麼多閃, 我心臟病了 我心臟病了… 就以上情況 的士司機究竟有沒有權拒扶呢? 而的士司機說髒話又有沒有犯法呢? 是 給他掌聲, 給他掌聲 好, 給他掌聲 你是不是很好? 我心臟病了 我心臟病了 這個醫牌也很棒 對, 好… 不過說髒話, 犯法 第一個問題 還有一個問題, 他可不可以不收負幣呢? 是 先夾負幣, 你覺得可不可以不收? 我覺得省銀有權不收 這是他的生意 就是他可以不做你的生意 他可以收那些錢也可以 沒理由, 他那些都是錢 不, 等於你去買日 有時候也不收蠔子 剛才… 大祖兒 祖兒 你多少錢自己拿不來? 我心臟病, 美女祖兒也要說 什麼?兩元, 你說什麼?兩元 蠔子兩元? 對, 蠔子兩元 不多於兩元, 是要收的, 是嗎? 對 雖然好像貼一張紙 你經常拒收五百, 拒收一千元 但其實你不可以拒收法定貨幣 對 他自行生意, 他自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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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不, 到你自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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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可以… 我覺得他不可以 是 我記得以前我看過一節目 說過負幣條例 有的… 是嗎? 好像少於一元的費, 像蠔子 可以付夠兩元 多於一元, 一元、兩元、五元、十元 可以付夠一百元 對, 所以在這個案子裡… 如果多於一百元就不行嗎? 一百五元就不行嗎? 一百五元的散紙就不行 那你有通脹的 例子幾十年都是這樣 現在的例子是這樣的 是這樣的 那時候一定是這樣的 外國有些… 文律師, 文律師 如果現在在宋朝, 浸你豬籠就行了 我笑你後蠟子 先說, 文律師 好, 真的問了 先問梁永鏗律師 他可不可以不收負幣呢? 根據硬幣條例 如果超過一元以上的硬幣 是有少於一百元以內的 是一個合法的支付方式 如果是兩元以下的豪籠是合法的 如果司機不想收負幣 就等於放棄收費 明白 如果司機賺不到錢, 又怎麼辦? 賺錢是另一件事 其實法例比較舊 只要準備到一百元以內的散銀 加上紙幣, 已經足夠了 如果給五百元、一千元 他找不到, 他就沒有口罪 唯有大家看看如何找地方 找他來付錢 但他有沒有犯法 說這麼多百分比? 我覺得剛才是可以的 粗口純粹是宣洩的 是個人權利 他沒有對著對象 他沒有對著我說的 沒有, 你看他的射的眼睛 是射到別的 因為粗口是有猥褻影響一個人 明白, 他的意思是 他沒有指向性 是嗎 譬如說我痛, 我就… 我的百分比 我的百分比是輸發自己的情感 是 就沒有說你的百分比 所以我覺得整件事是合法的 但我記得之前 有人在地鐵說錯, 被人拔錢 所以我覺得的士說錯 應該是反法的 所謂公共交通工具 都是公共地方 他這樣說很影響到大家 所以是公共地方, 後遺不見 我覺得他是犯法的 因為一說髒話 他很難去定理, 是否紙罵 你覺得是合法還是不合法呢 請選擇 你… 我也支持你 你們這麼喜歡說別人犯法 不… 我們只是比較有… 以事論事 以事論事 其實司機一定有一般的操手 有禮貌和遵守規矩 所以有機會在這個情況下 他說髒話就會犯法 是, 這是他的專業 是, 律師在點頭 是, 最重要吧 是, 律師 職業也有個專業 是嗎 像你作為演員那樣 是嗎 犯法 犯法 犯法, 犯法 犯法了, 是嗎 是, 律師 是, 而且有規矩 否則就會犯法 梁律師 如果不是司機說髒話 而是乘客說髒話 有沒有犯法 我就是你做過 我不是說髒話 根據剛才說的相關條例 其實乘客說髒話一樣是犯法 不過簡單說一句 平時大家比較禮貌 對 盡量少說髒話 沒錯 好, 謬一點